大家好,欢迎来到甜小蜜的美食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怎么蒸出好看不塌陷的荷叶饼 想吃荤的,可以加点焦肉卤肉 想吃素的,加点土豆丝胡萝卜木耳等 搭配荤素味道都很好 抽空来做一个荷叶饼吧 今天用面包机来和面 加入40度温水250克 油一大勺 糖一大勺 酵母二分之一大勺 搅一搅,让酵母融化在水里 最后加入高筋面粉500克 准备好的和叶饼材料放入面包机 用和面功能来和面 两分钟的准备时间 一个半小时后就有撒好的大面团了 所以真的非常推荐大家采购一个面包机来和面 只要掌握好材料比例,想出错都难 像这样用手按一下 一个洞不会回弹,面就是发好了 现在来看看怎么做出和叶饼的造型 面板上撒一些面粉防粘 取出面团 大概揉几下面团初步排气 这一步不需要把面团揉光滑 一会儿分成小面团之后再揉 今天的面团分量可以做14个手掌大小的和叶饼 正好把上下两个蒸屉一起蒸 取一小块面团,用点力揉光滑 再手心里滚圆 压扁 擀面的时候转一转 这样擀的面皮会更圆 但是注意,我们最后需要的形状不是圆形 而是椭圆形 椭圆形折叠后的和叶饼形状更饱满好看 饼皮中间压个硬 刷薄薄一层食用油 对折 现在这款和叶饼是家常版本的做法 简单省实 找一个前端尖锐的东西来压小洞 我是用了做蛋糕的刮刀 或者你可以用叉子多扎几下 每个饼上 正散面都扎出两道虚线就做好了 纹路要压得深一些 面二次醒发之后纹理会变浅 手巧的来试试贝壳形状的和叶饼 不多说了,人里一样 怎么做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好造型的和叶饼放在蒸盘里进行二次发酵 种草一家类似这样带动的硅胶垫 不粘还好洗 我是从阿里巴巴海淘买到的 两个多月才收到 放在蒸盘上的时候 饼的中间一定要留一些空隙 因为二次发酵之后 饼会变大 要给它留足够的长大空间 我做二次发酵 是把烤箱加热到35度 关火 放入和叶饼 发酵了40分钟 如果你是室温发酵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像我这样的金属锅呢 非常容易有水滴滴下来 会导致和叶饼塌陷 我的解决办法 就是控制好火后 一定不能全程大火蒸 蒸饼的时候 凉水上锅 开大火蒸 看到水烧开了 有烟冒出来 马上转中火 即是20分钟 中途一定不可以掀盖子 会导致饼塌陷 20分钟之后 关火 让它自然晾凉5分钟 再掀盖 这样就可以蒸出 成功不塌陷的荷叶饼了 做好的荷叶饼 看一下 这是第一款 简单快速的家常版本 想吃荤的 我觉得它的最佳搭配是糟肉 上一期我有分享糟肉的做法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想吃素的 推荐搭配 金椒土豆丝 木耳炒肉丝 蒜蓉菠菜 这个荷叶饼是贝壳形成好的样子 你更喜欢哪款形状呢 前一天晚上做好的荷叶饼 早起炒两个小菜 就可以享用美味健康的荷叶家早餐了 尝一口 嗯 雪白松软的荷叶饼 搭配什么都好吃 今天的荷叶饼做法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丽玺田小蜜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 或者留言给我一些支持鼓励哦 谢谢大家观看